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5日 星期三 曾志偉獻民在生日birthday kiss 馬來西亞的亂魔鬧得滿城風雨 日前曾志偉解話只是純屬禮貌性birthday kiss 秋水王偶像林作得知曾志偉回應第一時間已經發文秋水 她這樣說 本人宣布以後大家都可以醉一條不認識的女兒 卻知道她是誰 純屬禮貌 我也是有樣學樣 曾志偉是我偶像 哇 曾志偉變成我偶像的偶像 現在更和御美說 夠薑你就說她有問題 之後林作繼續抽水 她上載了一張和蝦頭和蓮詩雅的合照 看起來像是為了Youtube節目私打圍爐做嘉賓 林作發文表示 今天見了兩位美女 打算按照曾志偉 曾志偉大哥的做法 禮貌性打招呼 但兩位都不願意 林作繼續搞笑說 難道這些是馬拉的雜族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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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大家都不懂 有什麼不行 為什麼偶像可以 我不行 八思不得奇解 唉呀偶像偶像 你以為你真的是曾志偉 你沒夠笨 你又嘗試到四處石裂 第一個遇美不會放過你第二個我怕別人報警說你非禮 你不是真正为这样的级数 你怎么可以 一句Birthday Kiss就可以了事 千万不要人家当你这么愚老 只要更何况 你别下巴轻轻 别有口爽爽的 你真的认识完女儿 也没不肯过你 到时又出来和你道歉就无谓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一节的内容暂时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记得按like看广告 建设性留言 社交媒体分享 订阅PATREON频道 月费赞助 拜拜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